专案报告进行的时候呢 除了旁听习上的立场鲜明 有多位的民进党议员也是有备而来 准备了看板道具 在教育局长报告的时候绕场 只是呢这个举牌的议员抗议的对象 不是地方的教育局 而是教育部 教育局长专案报告时 三位本来只站在座位上举牌的议员 开始绕场 从103宣传队 这是民族 你没有告课定报告吗 报告还在进行 议员的行为立刻遭到议长制止 直到登记咨询的时间 再喊口号抗议 中央不负责 地方扛责任 中央不负责 地方扛责任 揭穿中央谎言 揭穿中央谎言 免费免事 一派胡言 中央宣布实施12年国教 全台分级区就可能出现几套新的升学制度 议员联合把引起争议的剑靶 归咎于中央颁布政策后 态度模糊 这样的一个中央政策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我对中央教育部 我感到非常的不满 我们要为家长跟孩子 发出非常不公平的心声 中央在12年国教方面 没有定出明确的方向跟细项 那么地方政府各个脚步混乱 那么请问未来 12年国教要以哪一个版本为准 既批中央不负责 又要揭穿关于12年国教的谎言 中央实行新制度的争议 火烧到地方 议员点出政策面的不合理现象 港东新欧员朱宇宏 财富报道